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多精彩江西影视旅游频道 马上为你新鲜呈现 关注旅游业态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江西旅游报道 四十花静巧 九子粽真心 包粽子配香囊 逛庙会吟诗词 端午节期间 全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 一彩分成的文化活动 人们在互动参与 休闲娱乐中 亲身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 无穷魅力 端午期间 新鱼市渔水区 罗芳镇景园 举办了 渔水文化旅游集市 即罗芳端午文化旅游节 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主办方举办了 旅游狂欢 文化交流 休闲购物等系列活动 充分展现新鱼 吃 住 游 鱼购特色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停下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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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帮他们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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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七 加油 此外 为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繁荣乡村旅游市场 拉动当地消费 此次旅游节 还专门设立了 扶贫助农集市 给当地及周边的 17个乡镇提供摊位 对乡镇特产 和扶贫产品 进行展销 并围绕当地特色文化 冻村竹编 夏布秀等新于 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行现场制作和表演 这是我们主打的产品 承受量还比较好 希望大家 为了脱离固件 希望大家来处理一下 对 把这个 苹果夫脱离支付 早一点处理 在物园江湾 一根毛线绳 一根特制的挂针 随着民间艺人双手翻飞 十多分钟后 一个小巧的手工弹兜 就做成了 加上农家鸡蛋 就成了物园民间端午习俗 挂弹兜 我们这个讲究就是 手法要均匀 做出来的效果它就好 就不会有大大小小的 这种感觉 我这个是个鱼型 这是人们对生活的向往 向往在我们的生活 你一定有余 五颜六色的弹兜 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 纷纷驻足拍照 民间艺人还现场教学 游客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体验制作弹兜 第一支体验这边的端午习俗 我感觉非常好 看起来虽然容易 但自己动手还是比较难的 除了民俗体验 现场还展示了活体印刷术 木雕艺人手持刻刀 按照模图进行雕刻 除了刻字 还可以雕刻山水 人物以及吉祥图案 这个雕刻字的话 是一个基本功 平时雕刻的时候 一个是要注意 你的用力要均匀 要能控制力道的大小 第二个的话 就是这个刀具 要选择正确 要磨刀 要磨得锋利 这样子的话 你作为一个切入点 就不会太使劲 如果太使劲的话 你这个力道很难控制 此外 现场还展示了 记忆要求更高的 飞移记忆 烙化 活动现场 小朋友们还进行了 鹅点雄黄 挂蛋兜等民俗 游客还参与了 抛套圈 摄舞读等趣味活动 而在江湾的谷吹堂 村民们与游客 也在举行 包粽子比赛 随着比赛开始 一百多名选手们 争先恐后地 包起了粽子 粽叶在三分之一处 折成漏斗圆锥形 舀入糯米 放入猪肉 再把边角折起裹住 用绳子将粽子绑好 整个粽子就完成了 第一次参加 这个专舞节的活动 觉得很快乐 这个活动也很有体验感 也非常有意义 在参赛选手中 有一组选手 特别引人注意 他们身穿汉服 头戴着配饰 别看装饰很淑女 但包粽子的速度 绝对不慢 我还是第一次 穿汉服来包粽子 包粽子也是第一次 然后今天穿着这样的包 感觉特别不一样 好像穿越回古代一样 非常有浓浓的端午清 很开心 吉安庐林老街 也为吉安市民 还有来庐林老街旅游的游客 送上了一场丰富的文化大餐 大家用主办方提供的 各类中草药药材 为自己 亲人或朋友缝制香包 活动现场 制作龙舟成为了小朋友们 最喜欢的一个活动 大家发挥聪明智慧 拼出了一个个漂亮的龙舟模型 国学社的小朋友们 还身着庄重的传统汉服 走进状元楼 送读国学经典明天 在三天的端午节活动中 庐林老街好戏联台 市民和游客参加了包粽子大赛 戏五彩绳士 投壶射箭等各种民俗活动 赣州石城县铜锣湾小区 是当地一个异地扶贫 搬迁安置小区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 传统美德 让留守老人们度过一个 温暖欢乐的端午节 在端午期间 石城县扶贫办 联合县城市社区 在铜锣湾小区 开展纵情端午 包粽子系列活动 组织这次活动 让社区居民 进一步了解传统节日 认同传统节日 喜爱传统节日 过好传统节日 增强灵力关系 构建和谐家园 在裁判的一声令下 参加包粽子比赛的选手们 立刻进入竞技状态 折粽叶 装糯米 放馅料 裹井扎绳等 经过一群粽子能手 快准巧的包扎 一个个粽子便诞生了 随后评委们认真评比 现场评比出名次 比赛结束后 还进行套粽子 扔球等一个个游戏 吸引了众多老年人 参与其中 今天参加这次合同 我就得很开心 很幸福 让我过了一个 开心的端午节 收看本节目 更多精彩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 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首出新单实命 百建革命文物 说江西系列报道 第二季 革命旧纸片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炼江书院 在赣州市新国县的炼江之滨 有一个五重递进的院落 院落衣衫造型 设计严谨 布列有序 是江南书院的典型代表 1929年 毛泽东曾在这里开办了 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 写下了著名的新国土地法 1930年到1934年 这里还曾是新国县苏维埃政府 所在地 这里就是兼具历史文化价值 和现代革命意义的炼江书院 书院是由门庭 讲堂 拜厅 魁心阁 文昌宫 重圣祠等建筑部分组成 炼江书院分别体现了 新国的红色文化 古色文化 客家建筑文化 是江西省保护最为完整的 古代书院之一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炼江书院占地面积 4903平方米 清乾隆三年 由新国支县徐大坤创建 距今270余年 历来是新国县学所在地 后因新国县商会出资创办文兰阁高等小学 拒绝农村学生入学 引起全县乡生公愤 1914年 新国县47厢联乡自治研究会募集经费 在书院内创办了新国县第一所中学 私立平川中学 走进书院 树木繁盛鸟语花香 跨过门亭步入中亭院 不远处便是讲堂 但令人好奇的是 本应是读书讲课的讲堂 却在正中央 端端正正摆着一张饭桌 还有一个圆圆的大蒸笼 这是在1929年4月 毛泽东统治首次来到新国 就住在廉江书院 在廉江书院期间 我们新国当地党的负责人 陈其涵和胡灿几个统治 他们凑钱请毛泽东打个牙计 吃的是新国的蒸笼粉鱼 毛泽东统治看着圆圆的蒸笼 和旁边的四个盘子 随口就说 这个圆圆的大蒸笼就像月亮 旁边的四个盘子 就像四颗星星 我看这桌菜就叫四星望月吧 毛泽东统治意味深长地说 如今老百姓都盼望我们红军 带领他们打土豪 分田地 就像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样 从此四星望月 在我们新国大地迅速传颂 闻名于世 穿过讲堂跨过天井 上两及时街为拜庭 这里是当时平川中学的图书馆 毛泽东常常在这里阅读书报 接见兴国的地方干部 拜庭之后就是整个炼江书院的中心建筑 奎星阁 阁红石古墩围基 上有四根木质单柱 支撑船棚 整个是一个船棚的造型 有着一帆风顺的寓意 拜庭之后 与奎星阁连接在一起的 便是歇山式屋顶的文昌宫 当年毛泽东就在这里召开会议和办公 旁边东厢房则是毛泽东夫妻当年的住房 1929年4月 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来到新国 就住在这个房间 那垫过稻草的木板床 朴实无华的长桌长凳 把我们瞬间拉回90多年前 像这个卧室呢 不仅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夫妻的卧室 其实萧华将军也曾经在这里住过 萧华将军诞成100周年的纪录片的时候 他的女儿曾经重新回到了炼江书院 他看着这个房间说 我父亲和我说 他曾经在这里打过一个小地铺 其实当时萧华就已经是团线委书记了 通过萧华将军的这个回忆录里面 就有说 吃了以后呢 在边上给他打了一个小地铺 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 毛主席呢 就和萧华说 你这娃娃挺不错的 要不你跟着我参加红军吧 所以年仅13岁的萧华 就这样特批成为了最年轻的蒋红军了 从1929年1月 毛泽东率红四军进军干南开始 到红军长征 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 毛泽东欺进兴国 两次就住在炼江书院 在文昌宫的左侧就是重圣祠 1929年4月 毛泽东在这里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 举办了有萧华等48人参加的 新国县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 在这48名学员当中 最有名的要属解放后的开国上将 萧华和陈其涵了 其中我们的陈其涵将军啊 当时啊不仅是学员 还是一名优秀的教员 因为他是我们环埔军校的教官 所以呢 整个我们的培训班的军事训练 都是由他进行负责的 在训练班上 毛泽东亲自编印讲稿 亲自授课 他向学员们介绍当时国际 国内的革命形势 分析中国革命的农民问题 和土地问题 详细讲解 新国县土地法 与井冈山土地法之一统 为土地革命的发展 培养了一批领导骨干 井冈山土地法是没收一切土地 到了我们新国的土地法呢 改成了没收一切地主 及公共土地 这样呢 就团结了更广大的群众 扩大了同盟线 也缩小了一个打击面 我们的整个土地法呢 就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功 毛泽东本人说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修改 有利于依靠和团结多数 孤立和打击少数 对于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 起了重要作用 在训练班上 他还反复强调 学员必须牢牢记住的重要一条 就是群众观念 06年的时候呢 我们县里面举行一个大会 就有人提出 能不能找到一个还在世的 曾经参加过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的学员 经过寻找呢 我们找到了一个当时103岁的老人 时朝黄老人 他曾经就是我们的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的学员 他当时啊 就颤巍巍的说 我记得毛主席叫我们要向和尚学习 我们很好奇啊 怎么会向和尚学习 他便坐着一说 要向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 随时随地念到争取群众 瞬间我们非常的感动 没想到在1929年的时候 毛泽东统治就已经有了争取群众 发动群众的意识了 走出重圣祠 眼前是两栋平川中学当年的宿舍楼 在墙上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红军时期的标语 在这两栋白色的建筑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还保留着苏区时期的标语 右边是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的 不要替军阀杀工农 左边是打倒勾结进攻革命的AB团取消派 这两幅标语都是苏区时期保留下来的 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苏区标语 土地革命战争年代 新国是远近文明的苏区模范县 现在它又是豫满中华的将军县 今天的炼江书院 它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座永恒的封碑 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红色记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